哈囉大家好,我是Nita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年初有分享一支我兩個月瘦10公斤的影片 有很大的分享 那這中間呢,我也陸續有分享很多 跟減肥相關的影片 像是有自足減肥餐啦 運動挑戰啦 好吃多減肥食材等等 那如同標題,我在10個月內成功減重了16公斤 那其實之前呢,我是在兩個月內瘦10公斤嘛 那再加上最近呢,我又在兩個月內成功瘦下了6公斤 等於說從去年11月到現在8月底呢 不到一年的時間,我瘦了16公斤 來到我產後減肥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那有在follow我們IG的朋友應該知道 沒錯,我又重新參加了COVID8週的營養師課程 那在這8週的時間呢 我成功減重了6公斤 體脂降了3% 腰圍更足足減了12公分 而且我覺得這次瘦的最有感的是我的下腹墜肉 我上次雖然說瘦了10公斤 但是下腹墜肉其實還是蠻明顯的 產後媽媽真的是最頭痛最頭痛的就是 下腹的那些墜肉 但是這次呢 下腹墜肉真的是我減的最有感的一個地方 甚至呢 淡淡也一起參加了這次的減重計劃 也瘦了整整8公斤 甚至她的抽血報告的數據也是超漂亮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減肥心路歷程 你會回答一些大家常問我的減肥QA 那有興趣的人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大家看到這邊一定會想說 啊上次不是已經跟大家分享超簡單的減肥乳大法 講得那麼簡單 然後不是已經瘦很多了嗎 為什麼又要再參加一次的課程呢 自從上次成功減重10公斤之後 我還是有持續在飲控 也算是控制的還不錯 沒有負胖 但中間呢 我去日本 韓國 泰國 都在爽吃 是有時候我也胖那麼一點點啦 但是我就還想要繼續瘦 而且我還發現我真的是一個 非常需要人家逼的一個人 所以我就再次跟Coffee說 拜託救救我 我還想要繼續瘦 那他們也一口答應說 沒問題來幫我這樣 那這次我主要想要來參加一次 除了是希望可以有人家督促之外呢 我也想要更了解我目前的身體狀況 再進行一次身體評估 來計劃說我現在適合什麼樣的 飲食計劃跟運動規劃這樣 那至於戴戴這次為什麼 要跟我參加這次的減肥計劃呢 我們就請她 自己來跟大家現身說法一下吧 哈囉 換戴戴來分享一下 這次為什麼會參加Coffee的課程 其實呢 我並沒有說我要參加 也沒有說我不參加 但是呢 妮娜她開始參加之後呢 我就 跟著參加了 跟著參加了 對 有點像是我幫她報名的 然後戴戴也覺得 欸 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戴戴 也算是胖蠻多的 欸 我算胖 對 尤其是你的肚子 其實大家看她的臉都覺得說 但她沒什麼胖 但是其實 她肚子胖超多 就是胖到 連你爸媽跟你弟都會覺得 天啊 你的肚子怎麼變得那麼大 我們今年4月的時候 一起去韓國 然後我們就住在同一個 就是 Airbnb Airbnb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搬出來住嘛 所以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 久違的看到你的肚子 對 久違的看到我的肚子之後 我弟是 給我很驚訝的表情 看著我的肚子刷 第一次看到她哥哥的肚子那麼大 對 因為你以前都很瘦 其實你一直以來都是吃很多澱粉的類型 欸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肚子才會胖這麼快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最一開始 開始減肥的時候的身體數據 我的最一開始啊 就是第一次參加課程之前啊 我的體重是81.2公斤 然後那時候的體脂 38.1 超級多的 後來呢 我就減到了71嘛 那第二次開始呢 我是從72公斤開始的 我的體脂肪呢 也是24.4% 然後我這次的 八週課程結束 那一天 我量體重是66.3公斤 那我第一次測的時候 這邊上面是寫81.7啦 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已經開始在做 飲食自己的控制 我最胖的時候胖到83公斤 體脂率是19.4% 就可以知道我肚子有多大 那我現在的話 我今天 早上量體重14公斤 然後我的體脂的話 差不多落在15% 那我就來分享 我們這次八週的瘦身方法 我會翻成 飲食 運動 生活改變 跟結束課程後的計畫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講一下 雖然說這支是 我們跟Kofi的合作影片 但真的又是我主動找他們幫忙 所以一樣是我非常真實的 心得感想這樣子 那上一集 我已經很詳細的 分享過Kofi的 課程流程 然後我這次想說 可能會有新觀眾 就簡單的稍微講解一下 還是你要跟大家講解 好啦我跟大家講解 因為我是新的 新的 你是新的體驗客戶這樣 他就是說 開始課程前 安排一天 已經做資訊 要了解一下你 基本的飲食的狀況 跟你的荷爾蒙的分布 因為你要瘦身的話 是息息相關的 對 因為每個人身體的狀態 會不太一樣 還有一點就是 他會根據你那次的評估 然後幫你去規劃 客製化你個人的飲食餐盤 那在這八週呢 每天你要跟營養師回報 你一天下來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要拍照上傳到APP上面 營養師都會幫你打燈號 然後也會留言回饋給你 教你說 欸你這樣吃OK 或不OK 然後也會教你去算那個 營養的分數 像你蔬菜要吃幾份啊 蛋白質吃幾份 澱粉吃幾份這樣子 去確保你的營養是均衡的 那我自己很喜歡 Kofi教的飲食模式 是因為他主張的觀念是 營養均衡 他比較主張在是 適合你自己的 餐盤的比例 像我的話 我自己都會 固定拿同一個盤子 飲食的時候就會固定 蔬菜啊 蛋白質啊 澱粉的比例 是怎麼樣 然後像我自己就是用手掌 跟拳頭去計算我的 飲食的份量 你呢 記錄的時候 我都是拍的時候 跟他說 欸我什麼東西吃完 什麼東西怎麼樣怎麼樣 用文字敘述 對 用文字敘述補充 我就是說 我今天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大概這東西 我吃了幾分之幾 但是你不覺得這樣 其實還蠻方便的嗎 我以前是會去看 營養標示的人 然後會去算熱量的那種 就我以前減肥的時期 常常會站在那個超商啊 前面看的營養標示 算熱量 站在那邊算半天 越甜越肥 越甜越肥 對 你可能沒有去注意到你的營養比例 所以你算半天 你的營養比例可能還是失衡的 我講一個 最讓我覺得優點的東西 我們的伙食會變超少 越會忌口 不會花錢吃零食 我們的營養食是 鷹犬營養食他幫我安排設定的是A餐盤 三個拳頭的蔬菜 然後一個手掌的蛋白質 然後跟半個拳頭的澱粉 營養食他會教我算 但是完全會在算 換一學生 我講一下算得很快 真的有時候可能很忙 我就是拍完照片然後營養食他很貼心 他會幫我去算 他會在照片下面然後跟我去講 所以我會再改進 所以下次我再抓量會抓得比較準 你就是會大概知道說 你就是要吃什麼量 對 視覺計算法 對視覺計算法 我覺得這樣對我比較方便 然後計算完之後 我們可能一個月後 他會跟我討論說 那平常這樣子計算啊 歐不歐可以我吃飽嗎 我會跟他說可能沒吃飽 可能會希望什麼可以多吃一點 他說那好啊 那不然的話你不要吃那個 你改吃雞肉白肉多吃一點 所以我要這樣建議 其實就是比例的問題 我覺得你只要比例吃了對 然後分數差不多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棒的餐盤 因為我覺得 有些人他就是很容易餓 有些人他就是吃不胖 我跟妮塔比起來 我就是那種人 所以說你用他跟我一樣的比例 或是量去算是不對的 那平常我們吃的 其實就是我的自煮減肥餐 我通常都自己煮居多 那我之前就有分享過 減肥影片啊 自煮減肥餐啊 還有好市多的兼職食材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 那平常我也會在IG 分享我們吃的東西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追蹤起來 那飲食的部分 我可以減速一下大重點 大家記得筆記一下 那飲食的話 那飲食就是要吃原型食物 不要吃油炸 含糖 跟加工食品 蛋白質的話 雞蛋啊 魚肉啊 海鮮啊 豬 雞 牛 都可以 然後甚至是植物性的蛋白質 豆干啊 豆腐啊 豆漿 都很棒 蔬菜的話 可以建議大家 多選擇深色的蔬菜 各種顏色的蔬菜都補充 是最好的 像是一些 彩椒啊 青椒啊 也是很棒的蔬菜 澱粉的話呢 我們就會吃 地瓜 馬鈴薯 玉米 這種 跟青蕾 馬鈴薯比較少 地瓜很方便 對 地瓜真的很方便 像地瓜的話 我們就很愛買那種 市場烤好的地瓜 對 冰起來 直接拿出來吃就可以了 對 又甜甜的 對 甜甜的很好吃 因為我肚子餓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吃一些 無調味的堅果 增加一些好油的攝取 像我自己煮的話 就是其實就正常的烹煮 不要過度的調味 你不要去加一些 狗狗的醬汁 就沒問題了 其實完全不需要 吃什麼水煮餐 我們不會沒有在吃水煮餐啊 是啊是沒有 但是我覺得你 真的有心要減肥的話 你這樣吃會瘦更快 但是不長久啊 因為我覺得 減肥也不要太勉強自己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你要以一個 你自己可以接受 你可以長期去實施 這個生活習慣 才會跟你一輩子 我是挺像俏果型的 那我跟你的想法 就不太一樣 可能像我們女生 真的一輩子都在減肥 是女生應該都懂 我從大概高中開始 到現在就一直在減肥的路上 所以說我覺得要找到一個 可以讓你變成 易瘦體質的 生活方式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對我來說 要長久實施才是重點 那我們現在其實比較忙 不會像之前一樣吃到三餐 但是其實營養是說 只要營養補充的夠 其實這樣是沒問題的 那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都吃什麼 早餐的話我不會吃東西 但取而代之我會喝這個 這個是 午膳蛋白肌能飲 它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芝麻口味 一個是綜合堅果飲口味 這個的話 我覺得早上會加豆漿一起喝 我覺得就還蠻有飽足感的 無糖豆漿 或無糖黑豆漿 無糖的 一定要無糖的 我們都會喝 我覺得是還蠻有飽足感的 而且它裡面的那個營養成分 其實蠻足夠的 我覺得大家如果 早上有點懶得吃 沒時間吃的話 可以喝這個我覺得蠻方便的 我基本都是這樣 可以到我的IG去看看 中午跟晚餐呢就是 吃我前面講的 我的自主減肥餐 那其實這樣子一整天 都會可以吃得蠻飽的 所以說營養其實要吃得夠 不要餓肚子 這樣子減肥才會吃久 然後也不會容易腹胖 那再來要分享運動的部分 運動的部分我覺得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基本上 我們都是在居家運動或健身房 我會去健身房中午去 Nita比較忙 它基本上居家運動 健身房我也還是會去 但是我就是會健身 然後居家有氧 居家運動 每個都做 但是呢 頻率 重點在於頻率 真的有時候忙起來太忙 或是時間點的問題 我們其實大概一個禮拜差不多一到兩次了 我覺得就是單純靠吃 跟自己在家裡面簡單的運動 就會達到這樣的成效 我是覺得 滿厲害的 對 非常責任去學習的 因為滿輕鬆的 其實我這八週裡面啊 中間可能一個禮拜 兩到三次 但是後面真的是一個禮拜 大概一次而已吧 那有時間的話 我就會去健身房中訓 那中訓完再有時間 我可能就會稍微帶跑步機 快走 然後如果沒時間的話 就是在家裡面做一些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的 居家健身的影片 然後最近 我愛上了超慢跑 我覺得超級建議 沒有時間的朋友 都可以在家超慢跑 因為超慢跑的話 大概就是 30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只要在家 穿著球鞋 在原地 超慢跑就可以了 然後而且還可以一邊超慢跑 一邊追劇 我覺得超級棒的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Google一下超慢跑的方法 然後 YouTube上面也有超慢跑的影片 因為 超慢跑會需要一個節奏 你就可以開那個影片 跟著他的節奏 一起這樣子 跑跑跑 我覺得真的很神奇 你不會喘 但是你會流汗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棒的運動 對於懶人來說 所以說不要再說自己沒時間了 我覺得超慢跑真的很適合 就是你覺得自己沒時間的朋友試試看 然後再來是生活上的改變 生活上的改變就像前面講的 沒有在吃垃圾食物真的很省錢 然後再來就是 喝水的習慣 就是你飲水量增加蠻多的 我講一下我覺得最讓我意外 我本身工作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很容易晚睡 然後很容易也需要早起 但我現在喔 基本不用到鬧鐘 我的身體時鐘 它起來的時間大概是7點多 8點那邊 完全不用鬧鐘喔 Nita還需要喔 Nita就是睡下去就 但是 我的飲食經過改善之後 飲水量增加之後 我覺得我身體的規律是棒的 然後讓我的工作的成效是 真的是加分的 我的效率有增加 其實精神也真的有變好 因為我之前已經有 參加過一次課程 其實飲水啊 飲食習慣 我其實已經算是蠻習慣那個模式了 再來是回答QA的時間 因為我之前有在IG上面有開 減肥的QA 我有統整一些大家比較常問的問題 一個就是減肥一定要吃很少嗎 我覺得蠻多人都有那種迷思 就是減肥是不是就要餓肚子 其實 完全沒有 如果你有認真看我分享的 減肥影片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 減肥真的還是可以吃得飽飽的 我覺得減肥啊 你只要選擇對的食物 正確的烹調方式 其實完全不需要餓肚子 也不需要吃水煮餐 你只要選對食物 就可以吃得很幸福 像我 這兩次的減肥時期 我覺得我都是吃得蠻開心的 就是真的是有吃飽 而且 吃的東西也是我自己喜歡吃的 所以我 減的真的 我覺得完全不痛苦 有些人說 像很多媽媽會跟我說 她要顧小孩沒有時間 然後 沒有睡飽很難受 其實沒睡飽會有差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你 受不下來的藉口 因為其實要受 最重要的我覺得還是要忌口 因為像我其實 也常常會比較晚睡一點 工作的關係 我們因為要帶小孩 要送小孩保母 所以每天也都是 就是八點半就要起床 我覺得如果你可能睡覺時間比較少的話 你真的就是隱控的部分 你要多加強 七分靠池 三分靠運動 或者是說 你手機少滑一點 你搞不好也會比較少睡 或者是滑手機的時間 你可以拿來超慢跑 我覺得你可以把超慢跑 當作一個放鬆 你可以邊超慢跑 然後邊砍去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有運動到 又有放鬆到的方法 運動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舒壓方法 而且我常常 早上運動完的話 我那一天的效率會更好 有人說 想要減下腹的墜肉 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很多媽媽 都應該有這個困擾 就是下腹的墜肉 我覺得這所有人都是 男生也是啊 但是殘落媽媽真的更明顯 但是呢 我覺得你不要focus 不要執著在下腹 因為我覺得減肥啊 是一個整體 就是你整個人瘦下來 你的各個地方的 墜肉跟肥肉就會瘦下來 像我這次真的很有感的 就是下腹的墜肉 你還記得我上次減肥 但下腹的墜肉 還是比較明顯吧 對啊 但是這次的下腹墜肉 我實在是減很多 但我沒有特別去做什麼 啊下腹的運動 它是一個整體的瘦下來 你就會瘦到那個地方 我會建議啊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加強的話 你可以去練看大肌群 做深蹲 然後有些女生的話 他們是上肢 肌肉量比較不足 你可以嘗試的是做 那種跪地的伏地行蹭 因為你把大肌群的肌肉量 拉高之後 你的肌宿關係會增加 你的下腹再瘦的速度會更快 沒錯 就是一個整體啦 有很多人問說 課程要付費嗎 然後費用會很貴嗎 如果對這個課程 Coffee的課程有興趣的話呢 我有專屬的折扣碼 跟專屬連結 我都把它放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 覺得大家可以先去諮詢看看 再看你需要哪一種的課程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後的規劃 大概呢應該算是 我覺得算是這次剪了 就蠻成功的 對啊 那至於我呢我覺得我還沒有到 我真的很滿意的狀態 因為我們之前有去診所抽血 我發現我有一些數據呢 是可以更優化的 我也希望我自己的體脂 可以更低 體態可以更好 所以我之後應該會有進一步的 減脂計畫 你確定要現在減嗎 減一減是冬天的 是否不會換回來 我要啊 要一口作氣好不好 反正我真的很期待之後的 減脂計畫 然後我也很期待自己會有什麼改變 因為其實這將近一年的時間 這樣減肥下來 我有看到自己明顯的變化 我其實看到自己的成果 自己變漂亮啊 皮膚也變好啊 穿衣服變得更有自信 然後其實講話也更有自信 我覺得工作表現也有變得比較好 那我也就變得更有動力去追求 更好的自己 然後因為其實我在產後的胖度 真的是我人生的最高峰 比我還胖 對 真的比你還胖 那真的是還蠻恐怖的 那時候我已經胖了喔 他還比我還胖 你那時候有嚇到嗎 有啊 你好像還哭了不是嗎 我哭很多次啊 反正那時候很痛苦啦 雖然說是我人生胖度的最高峰 但是我覺得這一年的減肥之旅 卻是我這一生減肥最不痛苦的一次 而且也是最成功的一次 相信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樣 就是一直反反覆覆的在減肥 以前我真的是覺得要運動啊 要少吃餓肚子 真的很痛苦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飲控 也可以吃得很飽 不用餓肚子吃得很開心 但是也可以這樣子健康的瘦下來 還反而不會腹胖 我覺得真的是 減肥的模式跟我的生活達到一個平衡 而且我覺得有融入我的生活 讓我的減肥可以 更開心 然後更有成就感 所以說我才會很想要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還想要看我們分享什麼樣的 減肥的知識或是主題的話 都歡迎在底下跟我們說 那這影片到這邊 喜歡的話記得點讚跟分享 那我們的IG跟Facebook 那喜歡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